金主的級別啦 派系募款咖嘛 權利的本質啦 就是 絕對權利就 然後他還勾結銀行耶 這個就很嚇人啦 他是在做金融商品 所以我認為 這個擴散出去的規模 就相當重要 看XXX 要不要趕快還錢給人家 2020年6月12號 當天去宜蘭考察時 代表中通部出席的 最高層的官員 是時任交通部長的林佳龍 至於他是否出現 那場豪宅招待所的派對呢 就繼續的往下看吧 今天在現場 陳柏珀也有被問到這個聚會 這場豪宅聚會 他是談他回應是他說 這些參會是正常的交易耶 立委不去還能做什麼事呢 不過回過頭來我要講的是 因為現在呢燒啊燒的 已經聽說可能會燒到市長 燒到部長 燒到院長級人物 那對於這些民黨內的大委來說 紛紛想要斷尾求生 有辦法嗎 亮哥 這個要看這個金主的級別啦 如果這個金主的級別 已經變成派系金主啊 讓他見到的人就更多了 是 就是他是固定的派系募款咖嘛 他就是說我不是只給陳柏柏 我還會給相關派系的其他人 比如說舉例啦 你剛剛講到陳振昆 陳振昆是宜蘭那個 房仲工會的理事長耶 所以他的專長就是市政開發 所以宜蘭市長這個江崇元跟他也很熟啊 然後事實上就會有一些聚會 游錫昆也在場 然後就是那個高鐵東移的 東延啊的記者會 游錫昆在 江崇元在 陳歐波在 陳振昆一定在啊 因為他就是沿線開發的代表嘛 那你說如果是他這樣的人 那當然很容易會變成派系金主啊 因為他就會藉著江崇元就會認識新潮流 然後透過游錫昆又認識其他的這個政國會的 那尤其是林佳龍是交通部長對不對 那政國會坦白講最有力量的立委是陳振飛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 就會循著那個 這個好像這個細菌進來就會 沿著血管一直跑 破散一直跑 這是必然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看 在我們是吃瓜群眾啊 看戲啊 在等著更多照片曝光啊 所以就要看這個人的等級啦 坦白說我們上次看林秉書是極端的意外 說這個個體物怎麼搞那麼大啊 沉通廣大 嚇死人了 你又不是說有一個什麼理事長 這陳振昆是房仲公會理事長啊 而且代表宜蘭地區啊 所以他的人敗一定 理論上一定比那個 那個林秉書要更大啦 所以而且搞不好有同業啊之類的啦 所以我覺得綠營在派系化運作 越來越鞏固的情況下 那派系金主就會越來越明顯 比如說林秉書 林秉書他主要是經營新潮流嘛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不會只接觸市議員 也接觸立委 那一定是有一些場合他也去了嘛 所以才會看到啊才會認識更多人啊一定是這樣啊 那因為他派系化啊 所以你就又執政了那麼久 你就會認識各地的縣市長 還有部長等等等啊 所以就是這個沒有辦法 這是權力的本質啊 就是絕對權力就絕對腐敗嘛 那社會上的人士就會覺得這裡面有機會嘛 屆事屆端啊 增加群眾對我的相信啊 信任啊 人家不一定相信你啊 可是相信跟你合照的人啊 那就會相信那個人的判斷 事實上金融投資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個我們上次兄講得很對嘛 所以以前那種實體性的啊 你一看就知道這個人我不要碰 但是如果你是金融的就很麻煩 因為他可能是創辦人 他是大金主 可是他推到前面的都是專業人士 你就分不清楚了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些 財經界的人也被騙 因為他看到的不是曾國偉嘛 他看到的是在更前面的 那些專業的代表嘛 來向你說明嘛 你怎麼知道他做的債權資料是假的 你不可能知道嘛 搞不好他還勾結銀行 不然你債權資料怎麼可能作假 那這個就很嚇人啊 因為一開始金融會還認為跟他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後來知道事情大條了 因為如果連債權證明都可以作假 這還得了啊 對不對 這就不是只有內政部的問題了 因為本來以為是債權 土地債權作假 那是內政部 後來發現不止啊 他是在做金融商品 所以我認為 這個擴散出去的規模一定相當驚人 會重傷2024賴清德的選情嗎 還是現在言之過早 就是要看中國 也要趕快還錢給人家 趕快吐錢出來就會好一點 真的是這樣 這個是商業糾紛 那商業糾紛你就要還人家錢 不然就是沒完沒了 那不過說到選情啊 直接首當其衝的就是在宜蘭這一站 民進黨由誰來接棒誰來選 當然在地方上很多人被點名 但迄今無人表態 前農委會主委林聰賢 電話沒接 前代理縣長陳經德說沒有考慮 前副縣長黃世超目前沒有議院 市長江聰淵沒有考慮 黨部主委陳俊宇在猶豫中 無黨籍的蔡惠玉不知道 宜蘭縣賴清德之友會會長 林國璋也不知道態度如何 搞不好有一堆人都認識他 對 是啊 好 所以現在 知道你敢選嗎 所以周日寇點名了 他說 吳怡農 吳怡農 你叫人家去台北市區那邊選 他建議吳怡農 對 所以上智哥怎麼看 吳怡農不會有關係的 不會有關係 所以他就說吳怡農 他和他太太都有亮點 又有全國知名度 吳怡農也在金融圈混過 他大概比較清楚 知道這個騙局 當然我覺得宜蘭現在 短期之內不太可能會有人出來 因為任何人出來 第一個亮哥講的最實際的 我相信陳振昆都不認識 因為他這個地區的地方 這是現金 其實真的查這個東西 其實沒有別的 他首先就是把這些人認知的 這個時間線 時間序 坦白說查這種案子 真的很沒有別的 真的就是查金流 其實像林里蘇被抓去關 不只怕專門流出 就是怕他所有的金流 因為你只要付錢 除非你真的都用現金付 可是不太可能 你只要有任何的轉賬 你只要永恆的留在記錄裡頭 所以你要在這些金流 所以現在只要是 切射到跟金錢有關的 即使這些政商的這些詐騙案 或等等犯罪案 其實都是從金流這個結構 所以我們現在 像我自己都覺得很好奇 我覺得以現在 包括鄭文雄他們在做的 跟張淑芬在做的這個過程 他不可能 你知道如果只是 今天陳振昆邀來 你說請吃飯 只是吃你那幾個飯 沒有錯 你有幾個會所 吃你這個飯誰稀罕 但他誰賣你這個帳 我覺得在政治跟金主之間的關係 一定就是你還是有 你還是有捐錢嘛 你還是有政治現金出手 人家才把你視為是有關係嘛 一定是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金流 就是說司法會怎麼查 還有重點是 現在這一些 現在在追的這一些 這一些你知道受害人 他們手上有多少資料 他們也調查多少 我相信他們手上 也都應該也有一些 至少在時間序上的金流資料 剛剛講宜蘭的部分 大家現在如果出來選 你知道在這個timing點上 就是你要概括承受 你怎麼可能 所以再怎麼樣也要緩一緩 這個風聲稍微看怎麼樣到最後的這個 能夠登記期限之前 真的要選也是這個時刻 不過這裡的我還要再補充 我自己要講 因為我自己過去對於 從年輕跑新聞的時候 我一直對於這種重商 跟立委之間的這種 跟金主關係 我這真的是很好奇 我也調查很久 我自己我自己的心得 而且其實放諸四海皆準 那但不外乎其實真的是 這一些這種人靠近政治任務 圖的四種錢 第一種部分其實就是騙政府的錢 像綠能這些東西真的很多 像陳時中央搞疫苗什麼之類 中間的中間商 像最近吳子佳 其實在批判的這個東西 說他哪一億 就是因為中間 他今天下午要被告 四點鐘蘇仁昌 陳時中央去告他 騙政府錢是第一類 那麼過去比較傳統的部分 又還有兩種 就A級是騙政府的錢 B級有B1跟B2 B1是什麼 透過跟這些政治任務勾搭勾搭 或什麼跟工業局什麼弄 他們去騙企業的錢 就他們手上可能一些亂七八八假的東西 或什麼國外的一些技術 然後跟政府杜金什麼工業局 中小企業局什麼之類有的沒的 跟工研院拍拍照弄一弄之後 去騙企業的錢 很多企業在早年 沒有像現在資訊網路可以收得到 你就被騙了 然後B1 B2有這種很厲害的 就剛剛講他土地 比如他弄土地弄完之後 他沒有特別騙別的錢 可是他土地低價弄到手的時候 其實他就等 所以時間本身會把他醞釀財富 然後C級就是現在 包括這個中國是比較糟糕的 就是說他勾搭了這些政商關係之後 騙民眾的錢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我們過去看來 所有跟政治掛鉤的 這些背後金主他一定有什麼圖 他有圖什麼圖政府的 圖企業的錢圖中圖離開 另外就是圖民眾 所以圖民眾這個錢是最不應該的 當然我不是說其他是應該的 結果其他的部分也有 他們各自的專業技巧 可是這一波會弄得出來 最麻煩就是你一旦圖民眾的錢 騙得往最底層去騙 大家這個受害者 當然每個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 這種經驗 所以你會蒐集的資料 最後丟出來的東西 遠比我剛剛講的前三種要更多 所以這些案子一定會一直燒一直燒 其實陳柔博斷掉的部分 你要知道光單單在去年 陳時中的這一些 喝紅酒唱卡OK 有的沒的這些勾搭關係 也足足燒了幾個月 還沒有翻陳時中 翻出陳時中 跟這些疫苗或什麼有的沒的 這些口罩這些代理商 這些東西因為被合約被擋住了 你有很多東西沒有查下去 司法也不查被卡住了 否則你可以當場指陳時中的 這些他的私德跟他的政治性格 就可以燒很久 我這一波當中金流肯定要燒更久的 是